香港监警会星期二与警方举行公开会议 警方投诉警察克表示 截至上个星期 就2016年年初一深夜的旺角警民冲突 收到34宗投诉 29宗属于需要汇报的个案 当中有18宗已经完成调查 但其中15宗无法追查 另外3宗的投诉人撤回投诉 而在雨伞运动期间则收到172宗投诉 另外还有4宗投诉 至今未能完成调查 警方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张建光表示 不能追查大部分是因为没能成功联络到投诉人 但不会揣测投诉人不跟进个案的原因 对于有监警会成员质疑 警方有专人拍摄现场情况 为什么不能识别涉事警员 张建光表示 涉漏组是针对暴乱分子 不是为监察警员 我们video team去落地在现场做事的时候 是拍摄现场里面暴乱和失控的环境 是对着一些我们要针对的人来的 不是对着我们的同事 那个video team里面的目的不是去监察我们的同事 有没有机会被人去投诉 那个目的不是这样 那个video team的目的就是搜集犯罪的证据 所以那个本身那个片段来说 一定是针对着一些暴乱的分子 担瓶啊 担竹枝 担石头的人 不会看不会影响我们的同事的样子是怎样 另外香港传媒明报的职工会发行到监警会 指该报一名记者在采访旺角警民冲突期间被警员袭击 但有关调查之间还没有完成 希望监警会会跟进 自由亚洲电台特议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主 di公司 担任 因此 政治保障 就证言 警方 启歌